桃園消防局爆出了性侵丑闻 一名秘书室的杨姓行政人员 因为性侵两名女网友遭到逮捕 被发现办公室的作业电脑里面 有多名女子的偷拍影像 在交友软体上取名阿档 她就是桃園市消防局秘书杨仁硕 曾性侵两名女网友还被发现 办公室电脑存有多部偷拍影片 如今她遭到逮捕 犯案过程也曝光 已婚的杨仁硕谎称单身毕业于 警大研究所在网路上向女子搭讪 某天杨楠和受害女子去约会 说自己过滤卡额度没用完 提出去桃園过夜隔天一日游 但女子在饭店洗完澡 杨楠却突然扑向她 最后心情得逞 女方事后觉得对方是公务员 收入稳定决定不再追究 并开始交往 没想到却是一连串离葡桃前行径的开端 女子说之前去桃園找男友约会 吃完饭却被要求请客 后来赶不上末班车 请杨楠载她回台北 却被要求支付两百五十元的邮费 还有一次女子找客户签约 杨楠说自己做过房地产 要求先给她检查 没想到事后却开口 讨要三千元的审约费 更夸张的是某次约会 杨楠偷钱包还自导自演 说三天后皮夹就会出现 后来受害女子跟杨恩硕 渐行渐远 直到警方找上她才警觉被偷拍 警方采集杨楠DNA对比 还查出她涉及 二十多年前三起迟到性侵悬案 后续消防局表示 个人私得不便回应杨仁硕 四月份十五万交保 限制住居 六月初已经回到岗位上班 不过这件事还出现案外案 就是她 同样叫做洋人硕过去成任职交警大队中队长 这次因为同名无辜遭到波及 也让他无奈叹气 记者综合报道